我們先將梅菜黃或者梅菜膽鋪在碗底上 薄薄鋪一層 然後將炸豆腐鋪在梅菜面上 然後將梅菜膽鋪在炸豆腐面上 全部鋪滿了 其實多一點就因應你本身的喜好 不過坦白說這個菜式跟梅菜膠肉一樣 主要的食物就是吃梅菜 然後我們就用石紙封住它 接下來我們就將它放進鍋裡或鍋裡 隔水蒸大概半小時至45分鐘 由於我們這個是炸豆腐來的 就不是豬肉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好像豬肉一樣 要用這個小火要蒸它很久 或者是燜它很久 我們這個因為是豆腐或者炸豆腐 所以其實就隔水蒸它半小時至45分鐘 就什麼都夠了 這個作用呢其實就令到梅菜就更加軟 還有呢當那個豆腐在這個蒸的過程裡面 是吸收了梅菜的汁而已 但是因為我就有個真空煲 所以我就當它煮滾了之後呢 大概十分鐘我就放進真空煲裡 有得它煮回它一個小時至一個半小時 那又節省火又節省時間 好了不說那麼多了 那先蓋上去 那當水滾之後呢 我都仍然會蒸它十分鐘才放進真空煲裡 那現在大家看到呢 這裡我已經放進真空煲已經三個小時 那所以現在呢 梅菜已經是很軟 那而且呢 那些豆腐呢 也都吸收了梅菜汁 好了 那接著呢 我們就把它呢 就把它呢 反轉呢 倒進碟裡 這樣就完成了